众所周知 大S在再婚后和剧景业一起住进了跟汪小飞一起购买的婚房中 至于再婚没有再买房子 而是住在前夫的婚房里 则是因为以大S和剧景业现在的财力根本不够在当地购买豪宅 而且大S还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品质 不愿意生活太差 但近期还没传出消息称 大S搬出了汪小飞的信义豪宅 和剧景业以及家人一起个人名义买下的国家艺术馆旧宅中 据爆料称这栋房子有400平方米 足够大S和一家人生活 而且离信义并不远 哪怕回家也很方便 大家好 这里是一览无鱼 每日为您分享港鱼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大S汪小飞的呱告一段落 网友们都不肯放过剧景业 尽管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还是成了忠实之地 太丢人了 台媒那边传来最新消息 剧景业因忍受不了被喊窝囊费 网友们都在他的社交平台留言骂他 他自尊心受挫 终于决定要买房搬出去住 大S和剧景业住的这套价值四亿的豪宅 是汪小飞交的首付 每个月由汪小飞还房贷 交水电费 负担一家人的开支 剧景业相当于一分钱没花 安心享受别人的付出 目前来看他们想搬离豪宅 钱不够的话 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把豪宅卖了 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汪小飞应该不会同意吧 毕竟是汪小飞在还房贷 而且如果房子写的是剧景业的名字 就更是不折不扣的软饭男了 要被人取笑一辈子 第二种是让大S偷偷付钱 写夫妻俩的名字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如果外界知道了 恐怕剧景业想摘掉软饭男的帽子很难 第三种就是剧景业拿出全部积蓄首付小房子 买完房子以后还要拼命去赚钱还贷 可能会辛苦一点 剧景业似乎是来养老的 并不是来工作的 他在最新采访中谈到婚后日常 就是住在闹市区 吃吃喝喝享受生活 一起看韩剧 一起哈哈大笑 看到这里 我相信他们是真爱 不过这种爱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让孩子见不到吧 让奶奶见不到孙子孙女 让前夫来养家 未免太自私了 做人不要太自私 希望剧景业兑现承诺 带着剧景业带着全部家当和大S生活在一起 他没透露剧景业身上只有五十多万 这个不知道是如何获取的信息 感觉不是很靠谱 剧景业已经是过去明星 商演机会不是很多 而且已经五十多岁 又不是演员 所以他的收入主要靠担任DJ职无获取 不过有报道剧景业很喜欢老历史名表 收藏了不少 要想在台北买房估计有点困难 现在他五十三岁了 再过七年就可以退休 台北小公寓都价值四百万元 要想买房缺口还差三百五十多万 贷款也不太可能 大S出钱给他购买可能也会被诟病 所以难题出现 大S因为孩子不可能离开台北到韩国生活 毕竟两个孩子语言不通 还只能生活在台北 浪漫的爱情遇到现实的问题 怎么办 粉丝建议剧景业去租一套房子居住 将豪宅出租 这样以租养贷 其实汪小飞购买的豪宅属于大S 大S有权利怎么处置 和剧景业有结婚前协议 房产都是属于两个孩子 只是剧景业作为一个男人娶妻 住在老婆家不妥 当然这是他们的私事 但被大S前夫羞辱一般人都受不了 再说大S住惯了豪宅 不太可能愿意去居住公寓吧 也有粉丝认为将豪宅卖掉 然后还清贷款 再重新买房 其实这些都不输于剧景业 剧景业还得自己想办法买房 汪小飞首付2.4亿 购买4亿的豪宅 还得每月支付100万台币的房贷 还有人认为汪小飞只是不愿意支付 电费和家用费用 这些大S和剧景业可以支付 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住在前夫购买的豪宅 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耻辱 剧景业会一直被说吃软饭 大S和剧景业感情好 如果愿意拿出钱来购买新房 让剧景业赚钱还房贷 这样可以解决剧景业的困扰 不会再被说吃软饭 而且两人商量买房 房产共有可以让汪小飞和张岚闭嘴 不再拿此时羞辱剧景业 建议租房住更靠谱 剧景业可以赚钱支付租金和生活费 这样可以解决吃软饭的嫌疑 到今后老了孩子长大 剧景业可以和大S回韩国养老 不存在房产的纠纷 如果剧景业和大S婚后买房将来的房产 一样留给孩子 还是汪小飞的孩子享用 这样对剧景业来说并不公平 所以建议租房更靠谱 避免再次被羞辱 如果租房可能会被媒体爆料 剧景业也有可能被说穷 但他的人格不会再被羞辱 比住在大S前赴汪小飞购买的豪宅里 心情应该会好很多 当然这是剧景业和大S的事情 床垫都被还回去 估计下一步可能真的要在住房上 想办法避免再次被羞辱 大S应该有不少积蓄 帮助剧景业渡过难关也是有可能的 剧景业起时和大S结婚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到汪小飞的感受 看来他们都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结果被爆料各种费用要潜伏支付 这的确有点太欺负汪小飞 所以剧景业如果是男人 应该买房住在自己的家里 不要再留把柄被大S前夫羞辱 是可杀不可辱 做人还是要点面子 两人具体如何来应对危机 还得当事人自己解决 否则剧景业可能一直会被房子的事困扰而不开心 大S搬出豪宅 人穷不能置短 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张岚凭一己之力干翻徐家三姐妹 然后直播带货各种内涵绿茶卤蛋 把品牌影响力做到了第一名 有同行爆料他的品牌的代工厂生产的 张岚回应他只是省下是十几一盖工厂流水线 配方都是麻六级提供的 等于是借用别人的生产线 这没毛病 一个65岁老人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工作 养活几千号员工 而我们在最好的年纪就已经躺平 是否应该向这位前辈学习一下呢 张岚确实让人敬佩 剧景业也确实让人看不起 又老又丑又油腻还吃软饭 不明白大S看上他什么了 大S年轻时写过一首辣眼睛的歌给剧景业 爱你爱到死里面的歌词无下限 会把全部积蓄给他 甚至吃他刚拉的响 大S十几岁就出来闯荡娱乐圈 没文化写不出什么优雅的歌词可以理解 但是吃祥是不是太过分了 尊严比爱更重要 何必当舔狗呢 大S一语成衬 真的是拿全部积蓄养剧景业 只不过由汪小飞买单 若不是网友们三观正 一起喊话剧景业有点男人的骨气 他也不会提出要搬走 平居俊业的收入 买个豪宅根本不可能 他结婚以后四处走学 捞了两三百万肯定有 他之前的身家只有五十万 如果买个公寓 交易下首付应该可以的 然而享受惯了的大S 又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委屈呢 大S在第一段婚姻里 可是贵妇般的待遇 出门背的是爱马仕 睡的床垫是二百七十万 就购买一套房了 汪小飞给大S买鸽子蛋钻戒 已经弯弯都有商议豪宅 大S自己也是一万富婆 下嫁给了剧景业以后 竟然舍不得还二百七十万的床垫 弄了个赝品还回去 也许剧景业懂得给大S提供情绪价值 让他心甘情愿倒贴 对此你如何看待此事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